你还知道你是儿臣 寡人还以为你早就忘了 把你弟弟杀了 把你哥哥杀了 接下来不就是要施君了 这是每个帝王最憋屈的时刻 只因太子在病榻上逼宫 儿臣根本就顾不上 顾不上千夫所指 儿臣担忧的是魏国的存亡 父子二人四目相对剑拔弩张 公子四有恃无恐 因为大魏王已经病入膏肓 对仅存的儿子 他不能杀 不敢杀 只能怒骂 你给我滚 滚 滚出大梁 我不要再动怒了 大魏王无能地垂打着床铺 可怜他在位五十多年 辛勤耕耘后宫半载 最后造成了骨肉香残 然而公子四野心勃勃 他选择了软禁大魏王 儿臣暂替父 摄政监国 公子四监国之后 首先把秦魏联军的主将 换成了公孙衍 他的使命就是让秦魏联军溃败 打破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孙衍为了控制秦魏联军的情报系统 首先将张仪软禁起来 然后再悄悄地将秦军行军情报 共享给了齐国 导致了两万秦军在关泽 被齐国大败 秦将迎华身负重伤 太子四的无耻行为惹怒了秦国 秦王派遣使臣问责 使臣开口就是王丈 现在秦国只愿意和魏王商议国事 只要是和魏国有关的事情 这些时日我都能担待 使臣根本不鸟太子 要等魏王身体好了再谈国政 然后递上国书一封 准备潇洒撤退 秦国要对魏国宣战吗 非也 必辰来时秦军已经启程 算来该是打完几仗了 秦国就是这么对待盟国的吗 秦使蔑视地表示 现在你还能担待魏国国政吗 公子四彻底地慌了 他没想到秦军的动作这么快 开始求饶 表示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但使臣只认准魏王 父王身体不适 不能理政 使臣根本不吃这一套 当面怒斥太子 你做的无耻之事 秦王早就知道 要么秦军攻入大梁 要么太子现在就归秦认罪 太子无可奈何了 然而在后宫 在丞相面前 太子已经方寸大乱 在思绪混乱之中 给丞相下跪 会想救我 丞相对太子的骨肉相残甚是不满 但是国难当头 太子也知道错了 我发誓 若能退敌朝政稳定 魏司现在就不要这个太子了 太子假惺惺地测试丞相的反应 丞相知道 如果自己不帮他 今天是难以走出这个宫殿了 丞相表示 目前只有大王能稳住局势 只有让你合法继承王位 魏国人心才能稳定 但太子很担心 太子明白了魏王的用心 也感谢自己杀光了所有兄弟 在丞相的安排下 太子跪在魏王面前 请求魏王原谅自己 然而魏王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看到这个野心勃勃的太子 只是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 不要让魏国成为人才输出基地 魏国从独霸七国到现在的割地赔款 这一切都是父王错失人才造成的 第二 面对秦军的压境 至少在秦始的面前 一定要做到请罪 割地 进贡珠宝 孩儿不解 很丢人 是吧 这是寡人 最后一次 丢为国人的脸 最后一件事 魏王命令史官记录 寡人的儿子们 是敌国奸细所害 与太子无关 寡人归天之后 太子继承王位 可是史官不同意 请王上恕罪 臣不敢屈比真实 魏王被史官气得死不瞑目 太子拉着史官 让他亲眼看魏王的惨状 逼迫他修改史书 可史官宁死不从 张仪的嘴巴到底有多硬 在魏王面前公然背叛魏国 开战的话 相国帮哪一国 秦国 身为魏 魏国的相 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了 你就不怕寡人杀了你吗 张仪自称是一个势力之徒 但也是一个有风骨的世子 既然认准了赢四 那必然要为秦国服务 魏王为了让张仪对秦国彻底死心 将五国相印端上来 但张仪的内心装着秦国 试图用三寸不烂之舌 劝说魏王放弃五国公秦 和秦国蒙好 魏王看到张仪如此嘴硬 怒从心起 要将张仪的人头祭祈给大军 把张仪压下去 择日祭祈 撞我军威 西守因为爱惜张仪的才华 挺身为张仪求情 魏王看在西守的面子上 答应放过张仪 嘴上答应了可是心里不答应 推朝之后找来贴身侍卫 张仪就要离开魏国了 你领人半路戒杀 侍卫有些疑惑 王上不是答应携手放过张仪吗 魏王自治李亏 便指责张仪的罪行 他是魏人 却帮助秦国霸天下 是叛国行为 侍卫被打了鸡血 准备找张仪报仇 而魏国攻打秦国的消息 也传到了赢四的耳中 魏国 敢率领入国攻勤 看来这魏国还是不服 那就打到他福为止 英四此时最担心张仪的安危 紧接着对秦将迎吉下令 迎吉 你给我记住 张仪是我打秦的人 我要他平平安安回到咸阳 迎吉表示 只要张仪出了魏境 张仪就会平安归来 这一对君臣之情 也是战国时期的典范 张仪的安危 不仅迎四奠击 西首也奠击 恭贺先生合纵大成啊 西首欣赏张仪的才华 认为只有张仪才配做他的对手 因为他马上率领五国大军公秦 他想看到张仪失败的模样 所以他准备捉弄一下张仪 张子行钱 特来值钱 行钱 先生的意思是 今日便要问斩 驱逐 多谢先生往前讨的张仪一条性命 西首心里面特别高兴 他最喜欢看到张仪服软 为了让张仪安全到达秦国 他小心地透露消息 大王饶你的死 但那些怨恨你 帮秦国奔走的人 一准备死事 随时动手了 张仪特地选择了一条偏僻的路 赶赴秦国 可是死事依旧紧追不舍 张仪连忙求饶 握斗认输了 为何还苦苦相逼 死事已盲命在身 身不由己来告诫张仪 哥侠请自裁吧 凭什么呀 杀你 怕污了我的剑 张仪搞偷袭 被魏国死事一剑弹开 正在危机关头 魏冉带着山贼冲进来 包围了张仪众人 什么人 山贼啊 魏冉一刀解决两个喽咙 死事立马掉头就走 张仪顺势嘲了眼了 魏冉一剑抵在了张仪的脖子上 张仪嘴巴立马闭住了 可张仪是一个穷小子 身上没带多少银两 让魏冉很不爽 再加上张仪喋喋不休 山贼不耐烦了 一脚将张仪踹倒在地 便想打烂他的嘴 张仪拼命地护着 魏冉冷笑了一声 将张仪带上衫 献给女首领享用 直言这丝口活很好 女首领看了一眼 感叹张仪不是个帅哥 便命令属下将张仪喂狼 然而女首领是认识张仪的配件战卢 战卢本是周氏王子昭文君的配件 昭文君仰慕张仪的才华特地送给她 没想到此件救了自己一命 因为女首领是昭文君的妹妹姬胡 姬胡仔细盘查张仪后 确认张仪是哥哥的朋友 开始邀请张仪喝茶 姬胡是周天子之后 对天下诸侯有怨气 于是将这怨气撒在了张仪的身上 由于张仪嘴皮功夫了得 几乎不打算放张仪了 一句话死罪可免但赎金要给 张仪再一次被关在了地牢当中 然而榜的名士不止张仪 还有山东的庄州 庄州正在给山贼讲一堂重要的课 如何给肉票价里写一封催款的书信 山寨也有学堂啊 只见庄州对待山贼学生细致耐心 就算没有黑板 也能将山贼的学习兴趣提起来 不愧是战国第一才子 哎是啊 这位老者是谁啊 唯一王 天下大才庄子竟然以匪阙为家 胃口受克 才子都爱讲话 张仪也不例外 他邀请魏冉入秦建功立业 并且给魏冉花大饼 我曾是秦国相国 虽已卸任 但仍受秦王重担 只要跟了我做官 我保证你平步青云 魏冉此时不信任张仪 只是让张仪写一张肉票信 等到月圆之后 秦将赵义带着三百人马 闯进贼窝 射杀一批山贼 把魏冉等人吓住了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 庄州从辅助变身刺客 虞若动手 我就先杀了你们相国 墨家来迟 相国受苦了 不多说了 快放人 在张仪的坚持下 山贼和秦军和解了 第二天临别之际 庄州感觉对魏冉愧愧 在山洞里面白吃白喝 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就赠送魏冉一把宝刀 当魏冉拔出宝刀 却发现这是一把杀猪刀 庄州看到魏冉不识货 这可是天下第一名厨 刨钉的索用之刀 老夫为此脸都不要了 后眼讨来随我多年 你却看不上眼 说吧就将宝刀装入怀中 魏冉此时舍不得了 便开心地笑纳了 得了宝刀 又遇上了秦国的丞相 魏冉不想放弃建功立业的机会 哎先生 我想跟你去秦国 在秦国做匪很难的 那就做官吧 然而魏冉来到了秦国 却遇到了年轻时的战国名将白起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个我们下集接着再讲 喜欢太史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史在此先行拜谢了